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用的是双根的三号雷斯线 然后呢2.0的勾针 我们一起来勾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勾一下 线是双根的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把线在手指上面绕线一圈 右手捏住交叉处 左手把线搭好 换左手捏住交叉处 勾针穿进来 把线绕住 拉过来 然后呢我们先勾出八个变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那么勾好之后 我们翻转过来 看着变子针的里扇处往回勾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针眼就调后面的这根线呢 作为针眼的部分就可以了 从第八针后面开始倒转往回勾 连续勾七针就可以了 穿针把线拉过来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然后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好 勾出七针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圆里面穿针 大家看一下 那么算上我们最开始这个线圈呢 我们勾针上面现在是有八个线圈的 穿针 然后把线拉过来 然后呢 勾住线 拉过第一个线圈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把两个线圈 并为一个线圈 这样来回勾 把线勾住穿过前面两个线圈 然后呢 把线勾住穿过两个线圈 就这样来回重复这个过程 一直把勾针上面的所有线圈 全部这样并好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一行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行 大家看一下我们穿针的位置 这是我们第一针的穿针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我们勾上一个引拔针 然后呢 在后面的部分呢 我们连续勾出六个线圈 每次穿针呢 我们也是挑这个里山处 作为针眼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现在第一针的位置 勾上一个引拔针 穿针 勾针勾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 直接带到后面线圈 接下来我们勾出六个线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勾好这六针之后 同样的方法 我们在这圆里面穿针 把线拉过来 然后呢 先勾一个并字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并针 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就这样来回重复 一直把这个勾针上面的所有线圈呢 全部并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二行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第三行 同样的 在第一针的位置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然后呢 我们挑出五个线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勾好之后 我们在圆里面穿针 拉线过来 然后呢 先勾一个变字针 接下来呢 我们并针 好 我们这个第三行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四行 还是在第一针的位置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然后呢 我们挑出四个线圈 一 二 三 四 然后呢 在圆里面穿针 先勾上一个变字针 然后呢 并针 好 第四行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连续勾出四个引拔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圆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这样连接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蝴蝶的这个大的翅膀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小的翅膀 小翅膀呢 我们是先勾四个变字针 一 二 三 四 勾好之后 也是看着变字针的里扇处 倒着往回钩 挑出三针来 一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圆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先勾一个变字针 然后并针 那么接下来 第二行呢 我们就还是挑出三个线圈来 不用勾引拔针 直接挑出三个线圈 第一针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然后呢 在圆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勾一个变字针 然后并针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再勾上三个引拔针 第一针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勾好之后 在圆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小翅膀就完成了 那么小翅膀勾好之后呢 按照相同的方法 再勾出一个小翅膀来 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再勾上一个大翅膀 再勾上一个小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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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这个小翅膀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另外一个大翅膀的部分 我们是倒着往回勾的 先勾五个变字针 好 勾好之后 看着变字针的里山处 倒着往回勾 挑出四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然后呢 我们在圆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辫子针 然后开始并针 好 第一行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加针 所以呢 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就在刚勾好的这个辫子针的这个地方开始挑针 挑出五个线圈 我们来勾一下 我们来勾一下 这是第一针的位置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勾好之后 在圆上面穿针 在圆上面穿针 勾上一个辫子针 然后开始并针 好 第二行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第三行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挑出六针来 辫子针这个地方是第一针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然后呢 在圆上面穿针 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并针 好 我们这个第三行完成了 接下来勾第四行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挑出七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然后勾好之后 连接一下 把线拉过来 勾一个并次针 然后并针 好 第四行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连续勾上 七个引八针勾回去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勾好之后呢 在圆上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八针 然后呢 把线拉过来 直接剪断 把最开始的 我们这个小纤维呢 给它用力拉紧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根线呢 给它打一个线结 可以打一个死结 这样的话呢 线不容易脱落 然后呢 再分别把这个线尾藏一藏 直接这样拉过来 剪断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把另外一根线尾呢 藏在这一面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蝴蝶的身体部分 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这样一根黑线 来制作出这个 蝴蝶的这个触角的部分 直接绑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呢 绑一个死结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好了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只漂亮的小蝴蝶 就这样完成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好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